多謝大家一直以來的支持 可以點贊、訂閱、分享 還有如果見到有廣告可以的話可以看 謝謝 拜拜 大家好 我是Chris Hello 我是K小姐 今天誠意邀請到K小姐 特地講一個小學 她會一連三集 起碼會講小學、中學、大學 關於英國怎樣報讀的經驗 她知道的東西 她本身很地道 她在這裡住了很久 肚身好獎 我有什麼問題都會問她 今天是特地找她來的 幫忙講小學 今天我們講的主要題目 就是在英國報讀小學 而她的經驗是在蘇格蘭多 我們今天會有很多東西說 會說如果這些小朋友成績怎樣 又或者不懂那些好學校 或者不好的學校跟好的學校分別 然後有些學生有什麼特別問題 跟著報讀年齡 跟著報讀年齡 所有小學生的問題 今集都會講的 所以你一定要聽 K小姐你可以開始講 喂 是 雖然我自己沒有小孩 但是親朋戚友 都很多有小朋友 那她們呢 其實說了一句 真是好看地區去報讀學校的 那首先我們要講回 去跟你們的postcode 哪一個postcode 你是跟回哪一個catch run area 去報讀小學和中學的 那我們要不要去開箱 那我們要不要去開箱 那我自己就住在Gasco很多年了 那多數呢 就去回Gasco City Council那個網站 就看回 即這個網站 對這個網站 跟著呢 你就去school and learning 那裏 這個位 對這個位 跟著呢 你會看到有很多東西的 那我們首先講一下E邊先 那裏呢 Nursery 如果你們有小朋友是讀Nursery的 那裏呢 你們可以查回你的區附近 有哪間Nursery Nursery是可以報的 那小學都是啦 中學都是啦 那這個呢 ASL skill 是專給呢 是有learning disability 讀寫障礙 或者有de-stable 或者是有其他小朋友有的 我們會有特殊學校 那這個呢 他們就是要通知這個部門 去跟他們說的 怎樣為之特殊學校 特殊學校 即是怎樣為之要補 甚麼類別的人要按這個呢 啊 剛才說了就是有這個 好像有artism 有這個 或者是讀寫障礙 是的 讀寫障礙 又或者是有其他 语言或身体缺陷 总之你认为他有问题 对,如果他本身在香港证明了有这些问题 你就要经过这个部门通知Council 他们要帮你找一些特别的学校 是的,因为现在的学校 是想你的小朋友进入主流学校 跟正常的小朋友一起生活 所以他有特别的需要去某些学校可以管理这些小朋友 如果其他有这些东西可以留言给 对,我只是问K小姐 这个是很重要的,My Cashman Area 你就要进入这个,My Cashman Area 然后你会组织一下,它会组织到一个很大的地图 怎样呢? 先组织一下 你可以选择的 这里有很多关于这些 Nondominational Parmary 即是没有宗教的学校 这些RC Secondary School RC就是Roman Carthage 即是天主教的小学 这一间是Galix School Galix School 全加斯科有Palmary School 以及High School 这间Galix School 它有一科叫Galix 是我们苏格兰的古老语言 就像香港人说客家话、潮州话 它这个学校都挺上升的 为什么呢? 因为这间学校的成绩是挺好的 它还要你父母要学习 它才可以让你读中学、小学 很有趣的 这个格子 你首先打你自己住的地方的Postcode 地址 G32 是的,你试试投机打一个 6LH 是的 我乱说了,你不要让我住这里 你会看到 这里原来是Cantire Hall Road 你住在这里附近 你会看到很多虚线 这里虚线就告诉你 这里就是Catchment Area 你就要按进去 按进去 没有啊,不过不重要 你说一下而已 正常来说 正常来说 它是会 卡一卡这个东西 它这个有箭嘴 它写着1-6 就是告诉你 它应该有6间学校 是属于这个范围的 那你就继续了 你会看到 第一间 又是 它这间Galish School 又属于这个范围 这里 姓Mungo 这些 它有6间小学的中学 给你自己去看 那么呢 你的Catchment Area 就是这几间学校 你呢 如果是真的要上跨区 你就需要很多原因 那它譬如 你选择了某一间小学 在一区的话 如果他们没有位 他就说 你要去第二间小学 都是同一区的 他们很少说 给你这样 突然间跨区 除非你有两个小学 其中一个小学 在第二中读 那么他们不可以 两个小学 分开来读 所以就一定要 就是有一个很强的理由 很强的理由 或者是 你们是天主教学校的 你们是天主教学校的 我可以告诉你 你听一下 他们已经试过了 想补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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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补 那怎么办呢 Council也不笨 他就每年规划一次的 catchment area 他每年都不同 这么大事吗 是的 所以正常来说 你读到小学 大约中途小学六七年班 应该是七年班 你八九月 即你开学八月开学 这里很有趣的 这里小学和中学 大部分都是六月中放暑假 八月中我们就开学了 那么九月的时候 那些老师的head teacher 就会跟家长说 就说 你们会直升某某某间中学 有两间给你选 你们去哪一间呢 如果你是想去不要这间中学的 那你就叫做pacement request 你就要自己申请去第二间 这样的 是的 这个小学的范围就是这样 所以就 其实你们住哪一区 你是想怎样的 要看回你自己住一个区的情况 是的 还有还有什么 入学日期 通常是如何决定 申请入学日期呢 入学日期呢 council是设定了 每一年的三月至七月 是你们要申请入学的 那这段时间呢 你申请入学呢 你就八月左右就入学 还有呢 他们是跟回你们小朋友的年龄 出生去平衡 去哪个级的 他不会跟你们的成绩 因为其实这里的小学 不是太紧要你们的成绩 他们是看你的年龄 去到哪里为主要的 说清楚了 就是三月至七月就可以申请入学 其他时间都叫插班 是的 Kris那节之前呢 就在六日前都带过一条片 教你申请英国中学小学的 有兴趣看这集 可以继续吧 K小姐 是的 还有什么要说呢 还有呢 还有呢 有个网站介绍你 这个网站呢 就是在英国威尔斯 或者英格兰的地方 可以看到一些学校 outstanding good等等等等 你看到很多颜色 有黄色又绿色 那蘇格兰有另一个网站 我之前也有拍过剧集 有兴趣看我的播放清单 也有说的 你选择一个 英国教育那里 也有说苏格兰的 所以苏格兰的那些 你可以在这里找一些片 如果你是英格兰的 那意思是看回这个网站 那就看到家学校好不好 插班说了 接着就说 入读年... Council跟年龄入读 是这样的 是的 还有一个东西 这里的小学 我真的很少听到 有留班的情况 真的没有的 这里很少有的 是的 真的要说清楚一件事 例如你的儿子 或者你女儿 在香港辞了入学的 又或者留班的 等了一年 这里不理你的 你跟你的年龄 一进去读 就跟回这里的年龄 去读那个level 你有机会 突然之间 在香港读 小五的 一来到小六 小七 小七 是的 P7 我的儿子也是 所以你不要觉得奇怪 是的 而且这里的小学 也不是太接近你们的成绩 是的 没有留班的 因为这里的小学 如果知道你们是外来生 他们都很照顾 他们都会说 有些特别 或者要补课 或者叫你们 叫你们 有些特别的老师 跟他们教你们的语言 和沟通 好像我儿子那样 博主很厉害 说英文也很厉害 但是也是有老师 会跟他补课 他会有的 他会有安排 不过一个星期 有多少天 我不知道他没有跟我说 因为他多数是在他上学时间 他们会抽些 几个钟头 或者一两个钟头 就叫他 来这个group 对 对 总之他们会有的 会有的 一定有的 因为他们会看到 你们有什么语言 或者是什么问题 听 或者是不明白 他们会有这些support 是 如果我想问K小姐 好的小学和不好的小学分别 你大概可以有什么意见 如果小学 小学 很实际说 好的地区 好的小学 都是去到一些直升好的中学 但是 老实说 来到这里 不是说个个有钱 住好区 对不对 也有些小学是不够人读的 也都要 如果 政府就是知道 你们个个都去好区 只剩下那些不好的学校 没有人读 那怎么办呢 人家不能拆掉 人家都不会 那些事都要养 是的 但是你那个好区 人家不会起多座 给你读的 对对对对 这些是council 别人设好 所以 不要太介意 有些真的不好的小学 或者是那些人 或者是地区 或者是那些家长 可能 不是说真的 有教养 可能有些事情 但是 如果你们 可以接受的 我觉得不是一个问题 但是 老实说 好有效 不代表没有人吸毒 没有人抢东西 没有人打架 这个是事实 只不过是 成绩 那些可能好一点 就是看自己的家教 和自己的心态 和小朋友 Kris哥 留意到英国 基本上大部份人 都读书不擅长 而且读书不高价 而且读书不高价 还有一个网站 可以介绍你的 这个也是说 蘇格兰那边的 Gascoq 这个网站 可以看到 加拉斯的排名 如果你想看 爱丁堡 就看爱丁堡那边 如果你是威尔斯 或者英格兰 都是看这个 因为这里有个Key 你会看到有个Legend 会写了 Outstanding Good 那边的 那边的学校 你租了一个地方 买了一个地区 那边附近 什么学校 那边的学校 好不好了 你看看这个网站 那么 还有 你们查完地区之后 你看到 某几间小学 那些小学 你可以按 City Council 他们有很多小学中学 可以看到 他们是直属哪间中学 这里可以按吗 这里可以按 那你按吧 那你按吧 Key 小姐 你按吧 例如 我们去这间 Palmary School 可以去 Awa Lady 最有名的 是女校 我现在好像 不是 是男女校 是男女校 撿了不会 这些很远的 我都没有听过 有时 找一间近近的地方 好 Hiland 我看到了 Hiland Hiland 真的很有名 它应该是有网址的 如果没有的话 或者你自己打回去 我们去第二间有网址的 去Berlomba 当然 Hiland Hiland Scorester Clai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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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去Claire Claire 原来都是没有的 我想你们读 它看到的 有时你会看到 它会写着 St.Thomas Accraines 和 Norterdam Learning Community 即是说 这间 St.Linion 它是直属 这两间的中学 St.Thomas Accraines 是一间男校来的 它本来是 Norterdam的女校 它以前是女校 但是现在分化了 变成男女校 这间 也很出名 是天主教学校 排不知三十多 你一定要有天主教徒 证明了你才可以进去 但有时你没有位 你也不能进去 是呀 去淘宝买吧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看看Hill Hat Pirate School 好呀 反正都是可以来看 是的 Hill Hat 西区很多人 我儿子就是 这是一个很好的 我儿子本身读 Hill Hat Pirate School 一来 Hill Hat High School 都不用让他选 是没得选 是呀 是呀 真的可以叫没得选 真的没什么 你不用选择 你去Bumhull Primary School 你会看到 它也是去Hill Hat 它是Hill Hat的中学 因为它刚刚复到那个位 是 所以它是去到 如果你看到 大部分的community 去那些中学 其实你按去Bumhull Primary School 不知为什么 这一间小学 是有website 进去其他 我想你要search 你可以看到它的website 它很简单的 它就是讲这些 Parents Council School Letter House Term I was school I was school I was staff 是的 它有这些东西 enrollment 我们有这个enrollment information 你按进去 这些东西 是 这些东西 这些东西 P1 它就说你如何进入P1 它有说 School according to the city 他需要移动 到网友 到网友 的学生 中学 它说 Including Palmary 1 我们可以返回到 我们可以返回到 Secondary School 我们可以返回到 Highland 我们去 Highland School 按进去看 是 你按进去看 它有个 Palmary School 它寫着Palmary School 就是告诉你 这个 community 是有哪间Palmary School 是在Under的 这里你一卡进去 你就会很容易找到 它有哪间 Highland Palmary School 一定是直属 Broomhill 也是直属 Formwood Palmary School Hill and Nursery 和White Inch Palmary School 是直属他们的 那怪我儿子不行 那你的Postcode 不行 那没办法 我也有帮你去 Payment Request 那真的 没办法 就没办法 他不给 没关系 G11 对不对 那很多 High School 这些 它们有列明 它们是跟哪间小学的 大家要做些功课 看看 不要紧 我觉得Hill Head High School 也不太差 我觉得OK 是的 我以前的朋友 全部都在那里读 是的 所以 你不觉得有什么问题 我自己很厉害在64读 哈哈 我64读 那就厉害了 但是那时候没有这么厉害 是吗 那不要紧了 求学不是求分数 那还有没有其他特别的东西 可以说 没有了 都是这样 其实今集呢 我今集呢 专门请啊 K小姐过来呢 就讲讲小学的 其实就 小学没有什么特别 说回 说多一点 不要严慌 之前有些教学的 怎样报读 一个中学小学的 就看回一集 还有我本身呢 有个播放清单 播放清单里面呢 就有很多 有教学 也都有英国教育的 例如你进去英国教育 看回呢 就有讲回之前 讲回 我有些剧集 讲的英国教育的 好东西的 还有未订阅的朋友 你去我社群呢 你会见到 我有很多相连的 网站资讯 例如报读中学 小学资料 现在呢 你未订阅 都可以进来看 我会订阅 订阅了才可以进来看的 例如有些什么 如何查你的 住子的postcode 进到哪家学校 又或者如何查英国的律师 有些事 你会不会被人骗 买楼 查的治安 那些卡 我都会陆陆陆陆 放一些资料 在里面 麻烦你先订阅 如果不订阅 但有一天 你会发现 看不到 就因为你没有订阅 先说到这里 好吗 Kie小姐 好啊 多谢大家收睇 拜拜 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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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啊